Intel智强处理器152696v4是一款适用于服务器和工作站的中央处理器 其主要规格和特点如下 核心数量22核心、40次线程、主频2.2GHC 缓存55MB包括35MB的L3缓存 内存支持支持DDR4内存最高速度为2400MHC 总线技术支持PCA3.0总线技术 最多可支持40条总线 功耗最大热设计功耗TDP为145W 安全性支持Intel V-Prom和Intel TXT等安全技术 虚拟化支持Intel VTX和Intel VTD虚拟化技术 可靠性支持Intel REST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erviceability功能 可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可用性 Cinebench R20进行测试 单线程性能测试 使用Cinebench R20进行单线程性能测试 15-2696 V4的得分约为480分 表现中等 多线程性能测试 使用Cinebench R20进行多线程性能测试 15-2696 V4的得分约为5400分 表现优秀 渲染性能测试 使用Blender进行渲染性能测试 渲染时间为129秒 表现出色 数据库管理性能测试 使用TPCC测试15-2696 V4的数据库管理性能 处理器每秒能够执行约4200个事物 表现较好 Cinebench R15测试 计算机多核心处理器性能的基准测试软件 它可以对处理器的单核和多核性能进行测试 同时还可以测试处理器在OpenGL图形渲染方面的性能 下面是对志强处理器15-2696 V4在Cinebench R15中的详细测试结果 单核性能测试 E5-2696 V4的单核性能测试得分为157分 相比于一些高端的桌面处理器略显低劣 但对于服务器处理器来说 这个得分是可以接受的 多核性能测试 E5-2696 V4的多核性能测试的分为2767分 非常优秀 这得益于处理器的22核心和44线程 使得它能够在多任务和多线程环境下具有非常好的表现 OpenGL性能测试 E5-2696 V4的OpenGL性能测试得分为141.52帧每秒 表现中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测试结果受到显卡性能的影响 E5-2696 V4并不是专为图形渲染而设计的处理器 E5-2696 V4处理器的平均功耗和峰值功耗 智强处理器E5-2696 V4是一款基于14nm工艺制成的服务器及处理器 其功耗与性能表现密切相关 下面将详细说明E5-2696 V4处理器的平均功耗和峰值功耗 平均功耗 E5-2696 V4处理器的平均功耗为145万 这个值是在标准工作负载下的平均功耗 而具体的功耗值将取决于处理器的工作负载 在大多数情况下 E5-2696 V4的平均功耗通常比桌面处理器更高 因为它需要在更长时间内运行并处理更大的数据集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处理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功耗通常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散热情况、环境温度和处理器的电压设置等 为了确保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服务器必须具备足够的散热能力和合适的供电条件 峰值功耗 E5-2696 V4处理器的峰值功耗为200瓦 这个值是处理器在运行最高负载时所消耗的功率 通常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值 实际上 处理器的功耗很少会达到峰值功耗的值 因为维持高功率运行通常需要高效的散热和电源供应 需要注意的是 在设计服务器时 峰值功耗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如果服务器的电源或散热系统不足以支持处理器的峰值功耗 则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或其他问题 因此 在设计服务器时 必须确保服务器的电源和散热系统能够支持处理器的峰值功耗 智强处理器52696v4适合的应用场景 智强处理器152696v4是一款针对数据中心应用的服务器及处理器 它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和高可扩展性等特点 以下是152696v4适合的应用场景的详细说明 数据库服务器 152696v4处理器可以支持大量的并发连接和快速数据检索 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理想的数据库服务器处理器 它能够处理大型数据库应用程序 支持多用户访问和数据备份 在这种应用场景下 152696v4可以提供高吞吐量和低延迟 以确保数据的快速和可靠访问 虚拟化 152696v4处理器具有多核和超线程技术 这使得它非常适合用于虚拟化环境 虚拟化技术可以将一个物理服务器分割成多个虚拟服务器 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灵活性 在这种应用场景下 152696v4可以支持多个虚拟机同时运行 并提供快速的资源分配和调度 云计算 152696v4处理器也非常适合用于云计算环境 因为它可以提供高性能和高可靠性 在云计算环境下 152696v4可以处理大量的计算任务 包括数据处理 图形渲染和科学计算等 同时 它也可以支持多用户访问和资源迟化 以提供高效的云计算服务 科学计算 152696v4处理器还可以用于科学计算应用 包括模拟 数据分析和高性能计算等 在这种应用场景下 152696v4可以支持复杂的计算任务 并提供高吞吐量和低延迟 同时 它也可以支持大量的内存和存储器 以满足大规模科学计算的需求 那么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这款CPU的性能测评 它的性价比如何呢 152696v4处理器的市场新的152696v4处理器的价格 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 这个价格是相对较高 因为152696v4是一款高端的服务器及处理器 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和企业及应用 同时 它的技术规格和性能也非常强大 可以支持大量的并发连接和复杂的计算任务 另外 二手的152696v4处理器价格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但是需要注意处理器的状态和性能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 总之 152696v4处理器的市场价格是比较高的 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和数据中心应用 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的排列